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蓉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帶給大家的是 陳光誠出席共和黨大會發言 直指中國共產黨是人類的敵人 8月27日 四年一度的共和黨大會進入了第三天 會議的主題是英雄之地 發言人提到視為英雄的美國歷史任務 更指出每一個生活在美國的男女 美國人民才是美國真正的英雄 而當日中國異見人士 逃亡美國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 獲邀出席週三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他說中共是人類的敵人 站出來對抗暴政不容易 我心知這一點 當他在中國大聲疾呼 反對中共的獨生子女政策 和其他不公待遇的時候 他受到當局的迫害 嘔打 被投入監獄 和軟禁在家裡 陳光誠說 我永遠感謝美國人民 歡迎我和我的家人來到美國 在這裡我們是自由的 中國共產黨是人類的敵人 它不僅恐嚇自己的人民 並且也在威脅世界的福祉 在中國任何信仰或信念 沒有經過中共批准的 宗教、民主、人權 就可能會坐牢 整個國家生活在大規模的監視和審查之下 他呼籲所有民主自由國家 共同抗擊中共 他說 美國必須用它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價值觀 聚集其他民主國家的聯盟 來制止中共的侵略 總統川普正在領導這一切 我們需要其他國家加入這一場戰鬥 為我們的未來而戰 陳光誠再次重複這句說話 站出來對抗暴政不容易 我心知這一點 他說 美國總統川普為我們展示了戰鬥的勇氣 我們需要支持他 投票給他 為他而戰 為了拯救這個世界而戰 陳光誠在星期三演講前 接受大紀元採訪的時候說 現在諸多跡象 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病毒疫情 已經令人清楚看到 中共是人類的敵人 我一直以來就說 誰反共 誰真正 去用行動來摧毀這個邪惡政權 我就支持 陳光誠說 我剛剛到美國是這個態度 現在也是這個態度 到美國以來 我一直是這樣說 陳光誠表示 川普總統抗共有目共睹 日前本台的特約嘉賓 林曉旭博士也分析說 共和黨邀請陳光誠發言 是一個巧妙的選擇 陳光誠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只是民間法律顧問 幫助一些受計劃心育迫害的婦女 或幫一些村民維權 一個盲人的遭遇 就可以看到中共 是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 直到2012年4月 他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獲得庇護 終於逃離中國 和家人在美國自由生活 當日陳光誠 用手摸著他的盲人發言稿 做了2分鐘發言 很多觀眾都表示非常感動 對陳光誠週三的演講 福克斯電視台在現場轉播 但是親共的媒體CNN和MSNBC 就沒有轉播陳光誠2分鐘的演講內容 而改為分析 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執行董事 馬里恩·史密斯 在2015年為陳光誠頒發到 魯門列根自由勳章的時候 曾經說過 作為赤腳律師 他為那些無法挺身 抵抗共產主義政府的人士尋求正義 他對公正和自由的追求 贏得全世界的讚賞 陳光誠週三晚的發言 也博得中文網友的讚賞 有網友在推特上說 上週聽過民主黨大會演講之後感嘆 如果有一個中國大陸移民演講就好了 沒想過共和黨大會實現了這個願望 該網民表示 目前美國民意對中共非常不滿 如果華人不出聲 對華人自身不利 相反 勇於和中共決裂 甚至走在反共前列 不僅會贏得尊重 還會作出特殊貢獻 感謝陳光誠 該網民的另一條推文補充說 擁有8500萬粉絲的川普 轉發陳光誠的演講 令全世界聽到中國人的聲音 聽到中國人聲討中共的聲音 敢遠比在共和黨大會演講本身 異議重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